腾讯体育9月4号去,今晚几点半,幼儿一国足在云南取经同缅甸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,这也是国奥队数据号第一次胜失两下。 作为球队未来的主教练,希丁克来到了现场观看球队比赛,他是昨天抵达取经党,并在现场观看了中国队赛前训练。 12分钟,26号贺喜接谢维军传球门前产射后门,中国的1米0领先。 40分钟,彭博轩进区内接队友传球,获得一个直接面对门将的机会,只可惜他射得太正,被门将用腿挡住。 下半场比赛,中国队大命连换人。 53分钟,张元在一次拼抢时被对方撞伤,不得不被担架抬出了场地。 由于伤势太过严重,张元随后被抬上救护车,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治疗。 85分钟,中国队边路传中,9号雷文杰射门吸重力柱。 下半场54分钟,邓云彪的一次投球虽然威胁不小,但还是被对方手能源奋力不出,中国队随后也没能够用脚球制造威胁。 就这样,凭借上半场比赛的检球,中国队最终1比0战胜对手,取得此次取经四国赛的第一场胜利。 能讯体育综合报道。